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把画满了淘心的油纸垫在下面 上面再放上一张油纸 开始过沙杏仁粉 糖粉 注意我说的杏仁粉和糖粉的量是过沙以后的份量哦 干搅拌均匀 分离蛋清和蛋黄 因为我们只需要蛋清 所以蛋黄可以密封好冷冻保管 打发蛋清 砂糖分三次倒入 蛋清搅拌八成时 放入食用色素搅拌至硬性发泡 就是蛋清可以这样竖起来的状态 把三分之一的蛋清倒入杏仁粉和糖粉里搅拌均匀 然后再把剩下全部蛋清倒进去 这次搅拌均匀 这次搅拌时要尽量从下往上轻轻搅拌 小心蛋清泡沫消泡 搅拌均匀 搅拌至这种浓稠度就差不多了 把它倒入裱花袋里 开始在油脂里挤出糖心形 把表花袋跟油脂垂直的挤 在桃心上面的宽的部分呢挤出蛋圆形 就像我们做圆形马卡龙一样 然后边往下边减小握力 来减少挤出来的量 完成桃心底部细窄的部分 也可以像这样画两笔来完成桃心 不管是哪种方法 最重要的是挤出的面糊厚度要均匀 然后把底下的那些画好桃心的油脂再拿出来 把烤盘往桌面震几下 把烤箱预热到150度 等把马卡龙在室温里放干10分钟以后呢 再放进刚才预热到150度的烤箱里 烤10-12分钟左右 利用这时间开始做香草酱 先把奶油和玉米淀粉搅拌均匀待用 把香草切开刮出里面的籽 籽和剩下的香草根呢一起放进 倒入奶油和砂糖的锅里 用微火边煮边搅拌 煮到开始沸腾后出锅 倒入碗里 跟淀粉奶油搅拌在一起 再放入切块的白巧克力 搅拌均匀 最后倒入室温软化的黄油 搅拌均匀密封好 放进冰箱冷藏3个小时以上 直到香草酱凝固 最后把酱挤在一个马卡龙饼干上 再用另一个盖住 淘西马卡龙完成啦 竹竹顺便用同样的方法做出了稍微大点的淘西马卡龙 中间放入一些奶油和树莓 做出小小的马卡龙蛋糕 你也可以试一下哦 如果你喜欢猪猪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来表达对我的支持哦 订阅我的频道来观看更多法式甜品 以及世界各国料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